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和国际儒学院的老师。 我叫刘丹辰。 我们讲的课程是大学中庸经读。 今天我们首先讲导论的部分。 导论我们分四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的定位。 第二个部分,素质教育与经典阅读。 第三个部分,儒学与大学中庸。 第四个部分,介绍一下本课程的教学与学习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的定位。 第一个问题,我们先介绍一下西化、现代化与全球化这三个概念。 首先我们先考虑一下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词应该说出现的比较晚,大概是最近三十年左右的事情。 以前呢,大家通常讲西化和现代化。 那么从西化、现代化到全球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应该说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进行深入的探讨。 我们只做一个一般性的介绍,介绍一下主要的学术思想界有哪些观点。 西化是从这个五四时期就提出来的。 顾名思义,毫无疑问,就是要全盘西化或者是反传统。 从1919年到1949年,大概三十年间的时间,那时候呢,整个学术思想界比较自由。 中国呢,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讨论。 主要的议题是,比如说,中国将来的发展是以工业为主还是以农业为主? 应该以社会主义为主还是以资本主义为主? 还有呢,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导向,还是以中华文化为本位? 这三次大的辩论呢,大概发生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申报上,举行过全国性质的争文。 内容非常精彩,后来呢,这个北京大学的罗荣曲教授,搜集和编写了一部叫做西化与现代化的一本书。 对这个时代的一些争文多有收录。 其内容呢,应该说比六十年代台湾关于西化和传统的辩论, 以及这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因为电视片和伤而引发的关于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这个讨论,应该说水平都要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美国是直到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才提出了现代化这个观点。 当他们认为,当时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 其实我们更早,也就是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进行了这方面的讨论。 当然美国讨论的普遍观点是西化到现代化是一个从地域观念转变为时间观念。 它的意思就是说,开始于西欧的一整套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 包括科学、技术、制度、比方还包括这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尊严等等内容。 开始于欧洲,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 虽然它的产生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 但是它代表了所谓现代人类发展的趋势, 将来也必将散布到世界各地。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们认为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都要走这么一条现代化的道路。 他们认为西欧开始的这种价值观, 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文化的传播是有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所谓水往低处流的规律。 简言之,就是发达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向欠发达地区的国家来流动。 中华民族曾经也有过圣唐时代, 那么唐文化在强盛的时候曾经辐射到整个东亚, 乃至于对世界都有一些影响。 再到差不多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 法国和德国也流行过中国热。 那么,这种文化的辐射, 应该说对于后来启蒙运动的像莱本尼兹啊, 福尔泰啊,这些先驱都有过影响, 他们都非常推崇中华文化。 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 应该说不管你是批评也好, 反对也好, 我们看到从全球范围之内, 科学、技术、信息、金融、环保等等, 都出现了日益这个同质化的一个趋势。 比方我们现在经常吃喝的像麦当劳啊, 可口可乐啊, 这些都成为全球化的食品。 当然我们从其中还是体会到很多他们提供的便捷。 因此我们看, 全球化的过程啊, 的确有一个水网低触流, 同时谁化谁的问题在里面。 这并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因为的确西方和美国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也就是以西化来推动全球化。 1993年, 美国的学者亨廷顿在他的这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这本书里面, 曾经明确地说,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所主导的西化的过程, 有两个文明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一个文明呢, 是这个伊斯兰文明, 还有一个的就是儒家文明。 他这样讲, 说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敌人, 一个是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 还有一个是儒家的新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啊, 那么这反映了美国人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 他不断地要树立假想敌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树立了假想敌, 能够调动起应战的积极性, 这是他们习惯的一个思维模式, 冷战时代, 苏联非常强大, 那么美国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 他的军事工业, 航天工业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后来拖垮了苏联以后, 美国又把他的经济对手数为日本, 日本当然上世纪的90年代, 其实经济也不行了, 垮下来, 那么现在应该说美国就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来看待的, 当然亨廷顿在他文明冲突第二版的序言里面, 做出了一些调整, 他谈到强调文明冲突的危险, 正是为了文明对话创造条件, 加强文明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事实上, 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所设立的这些话语场里, 一直弥漫着一个西方价值观普遍优越的这种优越感, 倒是我们中国从这个二十世纪开始对西方的学习是比较诚心诚意的, 如果说十九世纪还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一个初期, 彼此都不甚了解的话,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 这两大体系进入了一个相互了解深入交融的阶段, 十九二十世纪甚至可以说是西方, 当然也包括苏联, 对于欧美国家以他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世界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们同学们学习过中国近现代史, 就知道我们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 开始对自己的武器不自信了, 于是有了洋务运动, 后来在甲午战争之后, 我们对自己的制度也怀疑不自信了, 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而1919年前后, 我们又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 于是乎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激进的代表人物, 就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提法, 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应该说在完全丧失自信的, 情况之下, 做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学生, 从开始时候学习西方列强, 学习苏联, 到后来还学习过像南斯拉夫, 像这个日本, 亚洲四小龙等等, 然而呢, 我们的老师应该说一个一个的, 都不能够再自豪的以自己的模式来做这个粮食典范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从五四时期, 一些极端的激进的学者, 全盘否定传统, 到后来是既否定传统, 又否定西方, 直到今天, 我想我们似乎才真正懂得了孔夫子, 所谓和而不同的真谛, 也就是说, 我们当然还要继续学习下去, 但必须有所选择, 其实呢, 学习和传承并不是矛盾对立的, 中华传统文化, 数千年来,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经过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创新积累, 形成了无比珍贵的巨大的思想宝库, 应该说充分集中了东方世界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深深刻的思考, 当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这些思想宝库的潜在价值正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将越来越明显的反映出来, 21世纪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 中华文化也将以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形式来证明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然我们现在在海外建立了数百所孔子学院, 建立的目的实际并不是希望来做世界的老师, 当然我们也没有资格来做世界的老师, 但是我想我们完全有权利更充分地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因为世界文明本来就是需要和谐和多元的, 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 也不是美国化, 而是应该是一种多元和谐的全球化, 我想也许同学们和我正是站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十字路口之上, 作为中国人, 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是不行的。